2023年晶片仍然将以自行生产为主 所以台积电今天的股价因此熄火 拖累了台股开盘大跌近170点回测万六关卡 但是随后跌势就收敛 鸿海大力光等等的全局股撑盘 中场收在16019.03点 台股才刚站上万六关卡 户国神山也连续三天创天价 22号却开始下跌 摊开股价图台积电开低走低 中场收在649元跌幅3.57% 主要是这个原因 英调电话会议执行厂证实将延后7nm计划 而且2023年晶片还是以自行生产为主 利空消息直接冲击台积电 长期来说的话台积电基本面还是看好 这是无庸置疑的 但只是告诉你说市场过度的乐观的情况之下 即使是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它也会面临到一些筹码需要调节或者说 我们看到短线上需要开始震荡整理的可能性 只是震荡整理长期来看台积电基本面依旧很好 不但握有苹果大单3nm进度也明朗 预计最快2022年量产 但现在股价对一般小资组而言实在太高 想投资除了零股还可以选择ETF ETF就是指数型基金 它可能是以台股为主的 它也可以是选择像买稻穷或者是买油 ETF跟着指数变化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篮子的股票 里面包含台积电 透过小额投资享受大公司的获利 像是富邦科技ETF 国泰台湾5G Plus 还有元大台湾50 近期都涨超过一成 这些重压台积电的ETF 成为投资人除了个股外的热门选择 但专家提醒投资一定有风险 进场前还是得仔细观察 先选许知诚方向太不倒